登登 它就是長這樣 這不是按摩器喔 不要拿來按摩喔 好扣上去也插電了 它有亮亮了 欸 已經開始冒煙了欸 欸 不是這有東西要撕掉嗎 這感覺上面有一點這樣 啊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今天我要來為大家做開箱 大家是不是很多人在睡前 特別容易被洗腦 因為腦波特別弱 像我這種人一樣 我在睡前的時候很常會滑FB啊 或者是IG啊 就是你會很常看到某些商品 哇賽 下面按讚數也太高了吧 打開來看每一個都說 這個超好用的 還有人附上照片 我就想說 哇 這麼好用好心動 是不是來買一下 好像又不太貴 結果我在腦波很弱的同時 我就買了幾樣商品 因為我會覺得說 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假的 每次看那些廣告很心動之餘 下面留言也是超級精彩 每一個都是推推推要爆的 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箱 我所買的東西 先跟大家講一下 買了吃的用的美妝的都買了 那我們要一一來開箱好不好 Let's go 最近在網路上才看到這一家 黃金飛魚卵海帶牙飛魚卵 這個剛剛你拿出來我就聞到香味了 超香 可是它已經在我冰箱放了差不多兩個禮拜了 蛤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是泡菜系列 另外一個海帶牙系列 因為我自己非常喜歡海帶牙這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事不宜遲趕快打開它喔 欸你猜這個會不會大爆色 嘿 欸打不開欸 其實 它真的會大爆色 真的嗎 好 我們現在已經打開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我把它夾出來 先把這個 喔 喔 可是飛魚卵在哪裡啊 今天我會買它是因為我特別愛吃 小baby系列的 我特別喜歡吃有魚卵的東西 我自己是沒有特別喜歡吃泡菜 但是下面都把它講得多神又多神啊 送禮又多好用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它 這是我們的海帶牙 然後這是我們的泡菜 然後我是香菜 那我們現在要先吃這個海帶牙的部分 我希望我可以吃到飛魚卵 聲音聽起來很厲害欸 欸你的表情怎麼了 有吃到飛魚卵 可是好重口味 你的表情怎麼這樣 我覺得太酸了 我也覺得太酸了 腌味好重 嗯 然後有豆腐乳啦 它的豆腐乳味就是一直卡在我的嘴巴裡面 等於說我現在吃什麼東西應該都差不多吧 再吃一下它的泡菜 泡菜好像比較好吃 嗯 泡菜跟這個味道比較大一點 比較好吃 嗯 而且它的菜也算很好吃 對 還是我們根本不是很喜歡這個味道 可是你知道下面推是幾省 我有給它分數嗎 滿分十分 三分 哈哈 我覺得泡菜還蠻好吃的欸 大家可以買泡菜吃吃看 可是泡菜是本身它的菜好吃 我覺得跟它下面的廣告不符合 期待太大是不是 期待 叮叮 不符合期待 好 再來 又是讓腦波非常非常非常薄弱的時候 看到這個東西 之前大家都說我應該要有一台 因為每次我出席活動 或者是我去跨國主持的時候 衣服都會擠走 我覺得自己身上可能要戴一個這種東西 所以呢 當時它那個很療癒 它那個一撸下來哇 做的全部變成平的 熨斗 肚子平 輕輕走過去 做就會變平 我不知道 好 反正就是這台東西 登登 這不知道是哪一鍋產品 好 我們就打開它 下面也是推到爆 再揍的東西一過去 哇 太好看了 好 它就是長這樣 這不是按摩器喔 不要拿來按摩喔 這邊裝水 這邊要裝水 好了 這邊已經是我們裝一半的水 這個一半的水我就要把它扣上去 好 扣上去也插電了 它有亮亮囉 欸 已經開始冒煙了耶 欸 不是這有東西要撕掉嗎 這感覺上面有一個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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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很揍吧 超級揍的 那我們要來看看它等一下嚕過去 會不會如此的平滑 Steam 喔 喔喔喔喔喔 喔 有看到嗎 氣已經噴出來了 好 那我要開始囉 開箱真的很令人緊張耶 好像 好像沒有啊 好 為什麼長一樣啊 說明書給我拿來 拉起來啦 拉起來啦 要拉起來啦 好好 就這樣 對 就是這樣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喔 呃 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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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說 這樣 錄過去就可以了 給它一點點的時間 哈哈哈哈 聽它在放 哈哈哈哈 後面很羞 好 我們看它有沒有比剛剛平一點 哈哈哈哈 我現在更重了耶 哈哈哈哈 還是因為不是衣服的關係 好好好 現在 現在我們拿了另外一件衣服來看看 可能就是年貝太厚了 再給它一個機會啦 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邊就是皺皺的 這種衣服就是最需要燙的 喔 近一點 我們再近一點 這幾個 近一點 近一點 好 這樣 秀秀 欸 好像有比較平一點 好像有比較平一點 有 這個有比較平一點 可是也沒有多平啊 有變平啦 不行不行 我要再找一件衣服 好 現在我們又再給它多一個機會 我們要拿出正常的T恤 那我們現在這個T恤就是很皺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我要把這邊燙平囉 來囉 這邊操皺的喔 好像有欸 欸 好像有平欸 欸 有平欸 欸 有平欸 OK 這邊很皺對吧 有欸 欸 有欸 欸 有欸 有變平啊 你看我們這種人齁 很多磁研啊 小小科學家的概念啊 其實它是有變平的 就是它的廣告就是做的 一撸過去它就整個平下來 我相信觀眾一定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我們只能說這個值不值得買 因為其實你說有平有平 但是也沒有到它那種 廣告上一過去那個平滑度 好 那我們就給它平個分吧 滿分是十分是不是 四分 我覺得它比泡菜低欸 因為有很多比它小台 但是 更好用是不是 一樣好用的 好 所以助理覺得 平分是比剛剛泡菜低的 所以大家就自己斟酌一下 如果你們要實驗的話呢 這一台呢我也可以抽出來給大家 你們自己實驗看看 然後在下面留言給我 OK 半夜的時候腦波不要太弱 各位姐妹們 好 再來 我要來講另外一款 洗面乳 那這台洗面乳你們可以看到 我已經用了很久了 它都已經扁掉了 這一個洗面乳呢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材質 就是那種泥泥狀的感覺 就是這種 對 然後我已經洗了一陣子了 它剛才的廣告是說呢 你洗了之後你的臉就會極度乾淨 然後裡面什麼 黑粉刺啊 髒東西啊 在你的毛孔裡面全部會被洗出來 你120天體驗喔 如果無效的話它是直接退還的 它叫海山泥礦淨白結顏泥 然後當時我想要試試看 就是專門清毛孔 結果毛孔清一清之後 我覺得我長得差不多 它也沒有讓我的皮膚變不好 但是它就是差不多 用了它再用了一般的洗面乳 兩個交錯用 無感 所以你們自己以後看到它呢 你們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因為下面的好評也是不斷 好 再來 有一天我的朋友 這個可不是我了 腦波脊弱 他在睡前就跟我說 欸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到底好不好用啊 我好想試試看 可是又不敢買 於是我就直接把三款買來了 這個是一個眉筆 這個眉筆就是 畫下去可以粒粒皆分明 根根皆分明 喔 根根皆分明 然後那個眉型喔 都厲害到不行這樣子 這牌子叫做 Music Flower 然後它是分成三個不同的顏色 然後我們今天就 這個顏色吧 咖啡色符叫符合我 那就卸妝吧 我是卸妝是沒差啦 但是 就不想麻煩 因為等一下還要別的工作 好 我們已經把這個卸下來了喔 嗯 好 卸掉就是 一隻有眉毛 一隻沒眉毛 然後現在我們要拿起 我剛剛說的那一隻 我們先打開畫在手上給大家看 它畫在手上長這樣 哇 很美欸 最後大家如果真的有看到什麼齁 讓你腦波很弱很弱很弱的話 麻煩你密我的IG或是粉絲團 然後我會去幫你買下來測試好不好 如果你不想買的話 就交給菜菜來測試了 好啦 今天的菜菜專業開箱就到這邊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 然後按讚 打開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的IG跟Facebook 大家掰掰 我們今天開完箱會不會之後 炒香又非常討厭我們 但是我們也是要說實話啊 好吃又好吃 不好吃又不好吃啊 這種東西其實很主觀 因為每一個人的感覺都不一樣啊 那我今天是以我自己的主觀方來講它 它好吃我也會說好吃 很難吃我也會去覺得說這個